你好 欢迎收看12月1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慧 花莲县文化局在14号上午举办了109年 补助艺文出版品及花莲在地文学作家图像集的新书发表会 今年共出版补助了16本书 包括了有花莲原乡文学 课与诗文创作 主语绘本 在地美术作品 还有东台湾历史等 现场徐正蔚更亲临现场和在地作家来对话 期望能够以文学感染花莲的文化环境养成全民阅读习惯 也带动文学风潮 花莲县文化局14号上午在图书馆大厅举办109年 补助艺文出版品及花莲在地文学作家图像集新书发表会 现场徐正蔚特别到场聆听作家们的分享 现场在支持时 除了感谢文学作家们用文字 图画 影像来记录花莲的美好 也表示 县政府未来会加强文学推广 还有阅读风气养成 让花莲的文学能量可以更加的丰沛与流传 对于花莲这块土地的深爱以及用心 以及真的是不断的去发掘花莲文化的厚度和深度和广度 对我们所有的16位作家作者群 真伟在这里我要感谢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 说补助我真的觉得好愧疚 花莲县政府真的好愧疚 应该花莲县政府帮这16个作家来出版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负责人的态度 有这么多重要的文学家 我们要如何让花莲人自己知晓 让花莲人自己知道 我们的花莲是多么多么的宝贝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推动我们的读书会 读书会以及对于我们所有的作家 必须要有一些做一些历史的访谈 访谈的纪录片 第二个就是读书会之后做签书会 以及必须做导读 青年度花莲县政府艺文出版品 共补助的16本书包括了花莲原乡文学 课与诗文创作 足语绘本 在地美术作品 还有东台湾历史等收获封锁 希望能够借此鼓励在地文化创作者 持续以作品感动人心 在花莲文学和艺术的沃土上 可以留下深刻的足迹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 感谢观看